水所居,牧城渠,隐藏在地下的渠道如同大树的根,支撑着整个城市。 渠物署自成立以来致力为市民提供世界级的污水和雨水处理排放服务, 以促进香港的可持续发展。 根深固,驯可止,香港是亚太区降雨量最高的城市之一, 暴雨有机会导致淹水,威胁市民的生命财产, 所以雨水渠是我们的第一道防线。 为了避免渠道阻塞,我们经常都会出动的, 辛苦一点都没所谓,最重要是可以帮到市民。 紧急疏导固然重要,但治理淹水更需要长远的规划。 由90年代开始, 渠物署以分阶段制定雨水排放整体计划, 进行防红工程,逐步消除水浸黑点。 限时,渠物署采用防红三招,即上游节流、中游续红和下游输聚。 上游的雨水排放隧道,截取高地集水区的雨水。 经隧道直接排出大海,免确雨水流经市区。 这条是位于港岛西全港最大的雨水排放隧道,足以让一架双层巴士通过。 至于中游的续红池,发挥缓冲作用,暂存过多的雨水,减少大雨时,是去出现淹水的风险。 位于跑马地的地下续红池,更采用结合实时监控的智能水闸,自动调节水闸开关及位置。 以前这里一落大雨,上游海边街常常都会有水浸。 今天就算落黑雨,市民的生活都没有什么受到影响,证明了我们的努力发挥到成效。 至于输郡,除了拉直、阔阔及挖深原有河道,取物署近年更积极活化河道,令其成为都市氯化河溪。 织金状净流源 随着城市人口增加和急促发展,产生大量污水。 取物署铺设的公共污水收集网络长达1800公里。 辖下共有300多间污水泵房和处理厂,每年处理达10亿立方米的污水,足以填满40万个标准泳池。 当中,净化海港计划占大约7成,而它的命脉就是这一系列的深层污水隧道。 这项香港历来最大的环保基建项目,将维港两岸的污水经基本处理后,输送到昂传州这座世界最大的化学强化一级污水处理厂,做进一步处理。 在经消毒后,排放到维港以西海域。 净化海港计划大大改善了维港的水质,令停办30多年的维港渡海游地向尖沙渠至港岛伏法。 对我这些喜欢游水的人来说,是一件兴奋的事,我每年都有参加的。 取物署多年来不断改进污水处理设施,在构思厂房的改善及扩建工程时,积极研究开放部分空间与市民共享。 多年来,政府着力推展乡村公共污水收集系统工程,为香蕉居民将污水接驳至公共系统已进行处理,借此改善卫生环境和水质。 叶繁茂万物眼 取物署近年致力推行蓝绿建设,蓝代表水体,绿则代表生态和植物。 我们透过进水体验,让公众明白生物多样性,更加珍惜天然资源。 取物署把握机会在未来发展中活化水体,为河道注入更丰富的生态及水井元素,打造都市中的河溪。 雨水是珍贵的天然资源。 取物署在设施里引进可持续发展水资源管理概念,将雨水收集,处理后循环再用。 也积极研究开拓再造水,利用污水净化技术将进二级处理的排放水进一步净化,用作非饮用用途。 在可载新能源方面,渠务署积极在厂房利用污泥消化过程中产生的生物气来发电,转化为能,同时广泛应用太阳能,这样可以折散能源,以減少温室气体的排放。 香港地少人多,为配合政府增加土地供应,取物署计划将沙田污水处理厂迁入盐洞,腾出28公顷土地做有利民生的用途。 第一个建于沿洞的赤柱污水处理厂,与其他取物设施一样,已经与环境融为一体。 这个风扇房在视角上采用独特的设计,与周围的环境融为一体,很多公众运动前都喜欢在这里做下热身。 御阴林,心为心。 取物工程都与市民生活息息相关。 取物署重视与公众互动沟通,经常举办公众参与活动,并与传媒保持紧密联系,让市民更了解取物署的工作。 展望未来,取物署会继续因应各区的最新发展,进行雨水排放整体计划的检讨研究,并参照海绵城市的理念,促进雨水渗透到地底。 以虚红、质红的方式降低地面净流,即将部分雨水收集重用,以应对及减缓气候变化。 而另一项挑战是地下管道的持续损耗及老化。 取物署正为全港的雨水渠及污水渠进行评估,按渠道的情况逐步进行修复工程。 我们会与学者保持密切交流,不断创新,研发及采用具成本效益的世界级污水处理技术,为市民缔造更宜居的生活环境。 取物署会继续秉承点滴为民的精神,以心为心,群策群力,为市民提供更优质的服务。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